今天又是周六 我们照例邀请了两位朋友到演播室来聊聊天 那么两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了 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 一位是哈杜逊研究所的科作研究员 韩联潮联潮博士 欢迎两位 我们俩搭档的不错 是已经连续上了三期了 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 这个准确来说不是这一周的新闻 是前两周的新闻 但是为什么放在这周聊呢 是因为现在中国不是正在开两会吗 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人民代表的问题 我就想到这美国也有人民代表 而且美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前一段时间 日子很不好过有没有 所以就想放到这一周来聊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人民代表 前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这是这个民众在抗议 这台上的议员也只能尴尬地陪笑 这也是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是几位共和党的议员 在国会休会期间回到他们的本选区去跟选民见面的时候 遭到了一些选民的这个质问和抗议 那么联朝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国会议员的助手 所以这种场面是不是见多了 这种场面的过去没有有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比较这个暴力的 有点利器的这种市政大会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现在就是可见有点两极化 党派的这个气氛更加强烈了 那么尤其是这次大选之后 很多民主党人对这个大选不满 那么他们就通过一些方式来表达 这个市政大会当时最好的表达的 这个反对川普的这些议题的最好的一个场所 然后得到更多的媒体的这个报道 这样的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是 刚才联朝提到这个市政大会 英文里面叫汤浩 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这是一个希腊传统 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民主制度 是直接民主制 所以大家差不多所有的公民投票权 当然都是男性了 定期就会到一些 到这个他们一般都是在他们的神庙面前 去举行这个大会 大家嚷嚷投票通过不通过等等 那么这个传统是后来一直到了 这个美国新大陆移民来的时候 在新英格兰就开始了这个市政大会的传统 那么每个城市每一个小地方 它都是一个一个镇或者是城市 或者是这个村子等等都会有 到时就进行举行这个摊货 那么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就要汇报 说我们做了什么 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底下的市民就来进行质询 这种就是说 因为这是叫直接民主制的一种形式 跟议会代议制是不一样的 代议制你选的代表去代表你说话 而这个直接民主 汤后就是大家选民就直接到那上面 可以直接自寻这个官员 对 我就是补充一点 他刚才小孩说的是这样的 但是就在美国是因为从17世纪的时候 这个清教徒移民五月花我们知道 五月花有个公约 这个公约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很多小城镇 这个清教徒建立这种小城镇 都是通过一个自治的方式来进行治理 那么大家会通过这个市政大会 来决定自己的这个政府的 它的预算修路等等这些问题 后来就把这个所谓的市政大会 就把它推而广之了 那以前是在决定自己的这个预算 自己这个城市里头 怎么样来它的政策实施这些东西 那么后来呢 所有的这些政客们 都会来举行自己的这样的市政大会 那么市政大会也不一定在市政大厅里头举行了 在图书馆啊 学校啊 任何地方都可以举行 我还去过一个 当时是选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举行市政大会 就是把左邻右舍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些 比较亲密狭小的空间当中 比如说什么杂货铺啊 水果店啊 然后这个邻居家里面啊 就是用这种比较 亲密接触 亲密接触 他可以更直接的来回答这个选民的提问 但是就是说刚才小夏联朝 你们都提到这是直接民主 但其实现在这是一个直接民主 和代意志民主的一个结合 因为基本上是属于选民 我选一个这个联邦的代表 然后到华盛顿去 然后呢这个联邦代表 就是众议员或者参议员 隔三差五的要再回到本选区来 倾听选民的声音 联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工作机制 他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呢 就是几个议员啊 众议员和参议员是不一样的 众议员是两年一任 那参议员是六年 那么众议员呢 相对来说呢 举行这个市政大会的时间和次数 要远远多过这个参议员 那么他主要是想针对一个是自己在华盛顿所做的事情 向选民做一个汇报 同时呢也听取选民对他的对这个国家的立法的一些一个意见 然后呢带了华盛顿去来跟实际上是一个跟他选民沟通的一个途径 那么他自己要做一个新的立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我在几个州里头做这个 做的这个这个市政大会啊 主要是他我的这个老板呢 他要搞社保改革 那社保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议题 一个立法方案 所以呢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所以就要在各个地方 在一个州里头各个地方举行这样的这个市政厅的这个大会 然后说服自己的选民来支持他的这个立法动议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 就是在这种市政大会上选民去发泄情绪也好 或者去质论也好 对这个议员他的政策决定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还是只是说这个给你一个发泄的渠道 就好像高压锅的阀门一样 就是闷得太久了容易爆炸 所以我给你放点气让你发泄一下情绪 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作用吗 它是这样的 你要是看每个这个议员啊 他的办公室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 我们比如说在国会里头的这个 像我过去工作的几个议员 都是这样一个参议员 三个参议员 都是每天呢早上有一个汇报 会把这个这个选民打电话来 就什么议题打电话 他有个汇总 所以来信也会汇总 然后呢看哪些议题是民众最关心的 有的时候他的这个 他的决策是根据民意来做的 有的时候他不会根据民意 这是完全取决于个人 他的自己的这个判断 我过去去过很多市政会议 市政会议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去过很多 我就发现通常在多数情况下 去参加一个议员的市政会议的 都是他的支持者为主 他的反对者是不太爱去的 但是呢每次到了选举中非常像现在 在竞争很激烈的时候呢 反对者反而就大量的出现在那里 所以你在那些场合能看到很多支持者 反对者之间的对峙 这个媒体这回报呢是因为从这个角度 就报很多人反对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更有意思是看那个对峙 我以前去过也很多 也跟在市政议会上跟议员吵过不少架 你这么说吧 那个在这个中间呢就说你能看到 就有支持他的人出来为他挺他 也有反对他的人 但是你要看到哪边的情绪更加激烈 去的人就会更多 所以一般来说呢 在多数的比较平静的年代 你却看到了基本上是以支持者为主 可是呢你在这个比较激烈的 像现在今年这样就看到支持反对者为主 今年议题比较激烈 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奥巴马的医保 这些共和党议员在国会 想要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 那么受到了地方很大的压力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说 美国的这种代意制民主 就是把一个人一招选进华盛顿 然后之后呢好像这个 所谓的民众参与民主的方式 就是在投票的那一瞬间 你才能感觉到你是国家的主人 你把他送进华盛顿了之后 他好像就受到什么各种这个说客呀 或者是金主啊 或者是律师的这种牵制 好像民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方式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下到地方 去看到这种市政会议 或者市民集会的这个现场的环境 你就会知道这个民主的力量在哪里 这个民意的力量在哪里 是不是 我觉得因为像我在过去 在参议院工作的时候 至少是50%的时间 放了那个来用来呢 解答帮助这些选民 他们的这些个 有的问题也出了问题 想跟联邦政府的这个联系 想有什么问题要你帮他解决的 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 就是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 可能有我比我还花的时间更多的 那你真正做的立法 可能顶多是一半时间做立法议题 所以他参与 包括在立法议题上 很多人也会直接参与 因为每个人都有利益相关 所以他会很积极地来参与这些东西 那你作为这个选民的话 我们尤其是也 因为你即使是共和党议员 你不能说对民主党的这些个选民 你完全可以无视 那你都得要有回应的 帮他们解决问题 其实最终说起来 你看每个议员都最少在 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 当时联朝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 可地方上有起码一个办公室 有些选区大的有三四个都有这种情况 那么像我自己的选区的议员 就有两个办公室 他在华盛顿的这些人 就是更多处理立法议题 凡是地方选区的人 那基本上就是处理选民的问题的 所以在美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时间 中国人不太了解的 有好多中国人回去 就是在这里中国人回去告诉 他们做生意的人说 你看看我跟某某议员照的像 我跟这个议员拿出一堆跟议员照相 我说跟议员照相太容易 你不好去到处 他反正你要跟他照相 他不敢不跟你照 因为他要拒绝你 我们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议员就是 就连任了九届北卡的一个议员 结果喝多了有一天 出来醉醺醺的 两个学生拿手机追着 他可能要照个像之类的 他推人一把 说我不理你们 就这三十秒不到的视频 就让他丢了选举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人民代表的 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但是刚才联潮 你也提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不同 那么众议院的议员任期是两年 那么参议院是六年 他的任期短了 所以他就是要竞选 连任的压力就大 所以他讨好选民的 这个主观的意愿就更强烈 那么他受到民意的 牵制的力量就更大 但是参议员比如说六年 那么他可能就是 很少需要去竞选 那么他可能跟选民之间的 距离就更远 那么就说到 比如说联邦法官 那根本就不是民选的 而且是终身制的职务 那么他的这个司法判断 就可以完全独立于民意之外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 整个的制度设计 有些职位离公众远 需要最近距离的倾听民意 那么有些职位离公众 离公众近需要直接倾听民意 离公众远的需要跟民意有所隔绝 这套制度背后设计的逻辑在哪里 最后我要先补充一句说 参议院这个远 现在还进了很多 1916年宪法改了之后 原来的参议员是州的议会选的 那么他只向州议会负责 每六年一次他要听州 就美国是个州权国家 所以这整个设计你要看到 就是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分权 那么权力 就是我觉得美国国父们 有时候脑子怎么想的 权力一定要分散 能怎么分就怎么分 所以你跟 就是说你知道当时美国权力 就制限了若看制限议会的过程 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担心的一件事 其实还不是这个专制 是暴力大众暴政 多数人的暴政 大众暴政 那么怎么样防止 既要倾听民意 让人民有更多发言权 又要防止大众暴政呢 这一套的制度设计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让我们这回看到 如果说光是凭那个底下 示威的人很多的话 那也很可能又会改了 是不是 现在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民粹的防止 这个民粹来专制 而把民主变成民粹 是 那么这个设计 顶层设计呢 一个你有众院 这个来反映民意 有这个参议院呢 来叫deliberate deliberate应该是 就是说更慎重地考虑立法 思考立法 然后又有这个法院 这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来保障它这些一个 执法 这些法律呢 复合线 这样的它这个很多层次的 这个来保障 让这个民主不会变为民粹 是 这反映了很多这个国父 在建国的时候的智慧 所以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在说现在美国 好像民粹主义之风盛行 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 一个民粹主义政治 那么那篇文章就在说 这个美国从制度设计上 就要最大程度上的来体现民主 但是也要最大程度上的 来抵制民粹 是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在美国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候选人 小夏已经当过候选人 那我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候选人 但你看中国呢 要成为一个候选人 人民代表的候选人 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他这个入关入口 把得很紧 不可能有独立候选人 这个独立候选人 受到很多很多打压 所以现在选出来都是官方 基本上是指定 他虽然有个所谓讨论协商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但本质上还是官方任命的 我接到的问题最多 是怎么当候选人 我说你自个说你是就是 这特别简单 因为美国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 每个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要当候选人 你宣布就是 所以说每四年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出来说他要当总统 也不知道美国 是有多少个总统候选人 我不知道你像记不记得 还以前BBC有去年 因为人大换件 都是去年进行的 有一个叫刘慧珍 那BBC有一个视频 就是他们要采访 这个独立候选人 结果被这些警察 流氓 给他们团团围住 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他这个家 来跟他讨论一下 这个竞选的问题 是 所以这样的横向的对比 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话题 我们先进行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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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